古代传奇美人,传说中的冰激玉谷 沉鱼落雁,神秘而美丽 尽管后人只能从灵星的古文信息中窥见他们的风采 近年来的考古挖掘却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新发现 许多我们熟知的美人的遗古被发现 高新技术揭示了他们的真实容颜 在这个令人期待的时刻 有人想要一窥哪位传奇美人的容貌呢? 首先,让我们聚焦于乾隆时期的宠妃、湘妃、容妃 在环珠格格中 我们对乾隆最宠爱的新疆美人湘妃有所了解 她天生体香,容貌绝美 乾隆对她一见钟情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 乾隆确实宠爱过一位异域美人,吉荣妃 她为了安抚荣妃的思乡之情 不仅亲自为她建造了宝月楼 还嘱咐玉厨为她每日烹制家乡的美食 近年来,在安徽的一次考古中 一具散发香气的尸体被传为荣妃的真身 通过高新技术的复原图 我们得以一窥她高比美目的容颜 与现代新疆美人鼓励纳扎相似 这或许解开了乾隆宠爱之谜 一步到汉朝时期 林慧平成为焦点 考古学家在连云港发现的古墓中 保存有一具西汉十七女尸 专家研究认为她就是林慧平 据了解,林慧平的丈夫是一位身价不凡的高官 她本人也出身名门,地位超群 专家通过复原图惊叹她的五官精致 绝美惊艳,为汉朝最美的女人之一 苏达吉,一位历史上的妖姬 以其新独手辣的形象广为流传 然而,真实历史中苏达吉的容貌却与传说有所不同 她的古诗复原图展现出一个清纯的美少女 与传说中的魅惑妖娆形象大相径庭 这令人深思传说与真实之间的差异 是否历史中的美人并非传说中的那般妖鸦群雄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美人的真实面貌 也激发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重新思考 这一系列的新进展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古代文化和历史 也为后人提供了更加生动的历史画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